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冬字 那如果你在最边边这边看到太阳 这是夏至 你如果在正中间看到太阳 就是秋风跟春风 这个非常非常的准 你看 它这总共有13个柱子 那总共有12个缝隙 所以原来这是最早的 日出的一个车辆 后来等它找到这个柱子之后 怎么又不行 这柱子告诉我们什么 那不但是一个节气 更重要就是说 原来柱子插的正中间 然后这周围是24节气 那这个柱子呢 多长指到节气 多长指到节气 这有什么了不起来 太极在里面 原来24节气 它的影子长短 跟太极是息息相关的 也就是我今天柱子立在中间 我根据我的影子的长段 我可以绘制出一个太极图案 很简单嘛 夏至 我问你 太阳照下来 它是不是只有一个点 夏至 那这个最长的 冬至 冬至嘛 我太阳是斜照 所以影子特别长 好 那这是一点 来来来 我如果把点 放在24节气上面 你就发现出了神秘的事情 古人居然这么厉害 那夏至最短 是一个点 好 小鼠稍微长一点点 大鼠再长一点点 一直到冬至 啪 这么长 结果你把这些点的黑线 一连起来 变成一个太极图 而且非常非常标准 一个太极图 原来你把24节气 中间这个点 全部连起来 就变成一个太极图 居然 古人 把24节气 跟日正当中的影子 联合起来 你说太极图 跟中国最早的天文台 有关系 对 天文台 这个是中国最早的天文台 它可以测24节气 还可以测日出 可以测日正当中 更重要就是 我们现在找出来 连现代人都不知道 原来24节气的 正宗的影子 你把它长短全部 标示出来 它居然是一个太极图 好 市长 我们常常讲了 西藏很多东西 都超乎我们的想象 没以为说 那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 是一个野蛮地方 可是它有很多神秘的文明 更特别的是 它居然有它最独特的天文立法 对 宝洁 我们上个礼拜曾经提到 西藏在3300年前 有一个象熊王谷 它发展了很多神秘的医药 就是大藏经 对 那藏医跟藏药 是一个神秘的那种科学 另外它其实有一种东西 我们一直没有讲过的 就是西藏的立法 西藏有一种立法 对 已经传承到现在 西藏的传说中 说他们以前早期 有12个智者 那不晓得几千年前不知道 12个智者 就传下这种立法 等于说他们有12个青天见 在那观察天文心象 然后写了立法书 那正式做成文字记载是在多少 在中国的春秋晚期战国的前期 很早 2500年前 春秋战国就写好了 对 它第一任 当时第一任国管 那个涅饰战谱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传下来了 等于有文字记载 就有提文立法了 对 它就编成了一本书 一本书就等于我们现在讲的农民历 它的农民历 西藏有农民历 跟中国几乎是完全一样的一个情况 农民历 它也有依测什么 包括日时 夜时 然后那个五大行星 晕算 每一天会发生什么事 那这一天你适合假取 适合耕种 适合什么 全部写的清清楚楚 而且包括你这个人的命 跟这一天你适合做什么事 不适合做什么 跟你弄的清清楚楚 你今天可不可以立法 你今天可不可以出院门 都有计算 对 都有计算 而且它很奇怪的是 我们他这边有几个图 运算的图 我第一个先讲这一个 这一个是这种东西 他在西藏 西藏这边有一个那个地上 有一个像圆盘一样的东西 圆盘你可以看 他有三个 一二三 三个童心眼 最中间这边有一块童心眼 上面立了一块这种石头 这块你可以看得清楚 有点像什么 像我们以前讲 马丘比丘的那个酸日石 对酸日石 他这边有一颗岩石 然后第二圈这是什么 第二圈你看这边是一些 好像石块在安装那边 没什么意义 是二十八星秀 这是二十八星秀 对 这刚好二十八个 对 它里面有颗 排列 排列 对 所以外面这一层是什么 是黄道十二公路位置图 准吗 准 准 我为什么说它准 你知道 他们每年三月九号 三月九号 中国的春分是 大概三月五号或者六号 他每年三月九号 你看这张图非常清楚 这张图你看很不起眼的 像我刚才刚开始看的时候 以为这是一个厕所 其实不是 它是一个天文观像台 他是观星台 对 观星台 他这个你看他旁边密封 这边有那个空 有一个像一个窗 窗一样的洞 这边有一个 他每年三月 刚才讲三月九号 只有这一天 你前两天也没有 后两天不行 前一天后一天都不行 是 三月九号这天太阳 到早上十点十分的时候 那一刻他一道光线 从这边射进来 刚好 对 穿过来又穿 会直接连结到 连结到这个 对 你可以看 连结到那个石头 石头这边 刚才讲像酸日式一样 到酸日式 对 每年只有这一天 那这一天 所以我们就看到 今天这个门 这个门 这个窗 太阳会从这个地方 到这个地方 对 然后他这一天 三月九号他就是什么 西藏讲的 中国三月五号 六号春分 三月九号 那这一天开始 西藏人就会根据这一天 开始耕种 播种 开始播种 开始播种 所以他们有他们一种 很特殊的一种 天文观察方式 我们没有办法想想 你其实你看这个 这个影片里面 他如果仔细看 他旁边那个石头上面 都有二十八星秀的那个土 跟黄道色光的土 其实非常清楚 很准 对 那另外 他一个非常特殊的 一个计算方法 一个特殊的计算方法 是我们在第一章里面 有看到了 这个计算方法是 这个你看这个像 砂盘 就是一个砂盘而已 他这个盘是一个 木头木制的盘子 用核桃木做 那核桃木做 他这个人 他会把那个一些细砂 像我们那个看砂画 有没有 现在的砂画 他把细砂铺在这上面 我们常讲砂盘推演是真的 对 然后他就变成砂盘 砂盘以后他就拿一根 有时候用铁棍 有时候用那个核桃木做的 他就在上面指指点点 然后开始画 开始画 你知道他在画什么 他在画什么 印算的公式什么都没有 他也没有算盘 没有珠子 没有 他这个 好歹有一个算盘吧 对 他这个什么都没有 他就必须拿这支笔 在那边印算 所以他没有很多公式 其实在他们的脑海里面 脑海里面 然后在这边变成印算 印算出来以后 他会把 等于从现在印算到未来十二年里面 所有天体运行五大星星 每年的运行的变化 他会弄出来 什么五星连柱 三星连柱 什么星星连柱 弄得清清楚楚 弄得清除以后 他就会根据这个东西 编成刚才我们讲的农民历 哪一年哪一天 那我们说准不准 准不准 刚才讲 他可以依测日时 夜时那是可以印证的 另外他有印算那个预言 类似预言 他看天灾人祸 像2007的时候 他编的这个藏列里面 他提出了一点 他说当时2008 因为2007叫一字2008 写2008了 他2008三月以后 三月 那个刚才讲星秀里面 二十八星秀 一直到第十星秀 他们会进入所谓的 黄道石头宫里面的狮子宫 进入狮子宫里面 主什么 主大灾 大灾 地震 小心地震 小心水灾 尤其是地震 2008 2008 汶川大地震 汶川大地震 五月 他说从三月以后 五月 汶川大地震 这是他第一次写的 非常清楚 另外在2014 他在写2015的农民旅的时候 也写到 大概是这种相同现象 什么星秀 又跑到什么星座的 他讲还有大地震发生 2015 西藏的隔壁那边 尼泊大地震 尼泊大地震 所以他在写这个的时候 非常非常印算 非常非常清楚 这个西藏这本 历书里面 他其实有分很多页 几百页 简单讲一下 大概第一页到18页 他就跟你讲西藏历史 我们西藏有哪些名人 有什么重大事件 哪一年曾经发生什么西藏重大历史 他西藏不是很中式历史 所以他只用18页 然后你看19到35页 一年中五大行星对气象收成 人体健康状况的影响 用了16月的偏武器去写 然后36到39 抑制图鉴刚才讲的 开始预测的那些 40到50各种不同地方 他有分西藏东部 什么时候适合耕种 他分得很细 不是说一年 台湾我们春分三月 他分西藏东部 西藏西部 你什么时候最适合耕种 跟灌溉的时间 很细节 他61到62 什么今年将发生日时变时的时间 他会写的什么东西 即时凶时 治疑做什么 这么厉害 对 他其实有一套套套 最主要是他认为算法非常神秘 他没有一种像我们讲的 什么东汉 什么有张横的 什么形象 文天仪 文天仪 欧峰地动 你都不用 他没有 他刚才一个小小的一个盘子 一个砂盘 砂盘在弄 那另外就是一个观测的 刚才那个地上那个石头盘 对 对 他既然可以算出这么多东西 而且这种东西跟中国农民地 其实是一模一样